如果你想要在近期組建一台遊戲電腦主機 寫不說價格比起一王更加高 距離硬件的選擇也非常稀少 特別是顯卡 其漲價幅度如同股市棒洶扭 想要買到一張價格不錯的顯卡都頗有難度 而前陣子有小夥伴詢問我 是否能夠介紹千元的電腦主機配件 於是我就決定來個千元的生機挑戰 在前前的視頻里 我就提到了我的GTS 1060用1200元給賣出了 而這次的1000元神機的配置 卻能夠擁有接近GTS 1060的遊戲性能體驗 究竟是怎樣做到的呢? 那就不要做過這次的視頻 這次的視頻除了顯卡和SSD硬碟以外 其他都是從淘寶購買的 因此所提到的價位均用上人民幣為標準 廢話不多說 先介紹這次選擇的CPU CPU這次選擇的是151620v3 四核心8線程 最高頻率為3.6GHz 增腳設計為第三代2011 支持S99平台 選擇它的原因自然也是因為非常的便宜 只需要130元 而且不需要折騰就能使用 穩定性也非常好 比較適合一些新手入手來玩 這也是我為什麼不選擇ES處理器的原因 主板是今月的S99 M Plus D4主板 是一塊235mmx185mm的緊湊型MA貼主板 支持DDR4REG ECC 4個SATA 3.0接口 甚至還支持2個M.2接口 售價為368元 官方還直接說明是從家用的B85芯片磨改的 現在連山寨都直接告訴你 我就是山寨的 要不要買水泥 增油底氣 主要是這還算得上是一塊全新的主板 提供了三年自保的同時 客服還直接幫我更新的GCBIOS 加上本身支持REG ECC記憶體內存 減少了非常多不必要的折騰 這也是我選擇它的原因 記憶體內存是 這也是服務器拆機條 兩條8GB的海力士DDR4-2133MHz RUG ECC 一條的價格是145元 兩條一共是290元 主要是151620V3最高只支持DDR4-2133MHz 而且一般家用的8GB EDDR4-2666 都需要180元以上 考慮到記憶體內存本身也很少會損壞 就選擇了相對比較便宜的REG ECC拆機條 由於151620V3的發熱量就不高 因此隨便一款散熱器都能滿足 而這次搭配的是 冰漫下壓式無光散熱器 入手價格為28元 是之前購買舊的服務器處理器一起選購的 不過之後沒用上 就有留到這次的項目了 接著是硬盤 硬盤是來自金斯頓的V300 240G SATA SSD 是從我之前的3代i7筆記本上拆下的 不用錢 不過若以現在的價值來說 二手的價格是在150元左右 作為系統盤並且還是MLC顆粒 性價比還算是不錯的 然後就是在生機裡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顯卡了 原本是打算從淘寶購買RS550 並且通過開合的方式變成RS560 但是由於淘寶Nine已經缺貨了 而最終我卻意外從二手礦老闆的手裡回收了一張 藍寶石的RS470D單風扇ITX顯卡 價格是R250 不過可惜的是 這款是不能夠開合到RS470的 但是以現階段的顯卡市場來說 我覺得已經很值得了 電源是二手菜機的安泰格VP450P 入手價格為89元 450W算入12V 12V每入輸出為18A 拿來帶動TDP140W的E51620 V3 以及TDP120W的RS470D 可以說是完全沒問題的 最後就是機箱了 機箱是不知名的迷你MLT的機箱 入手價為36元 雖然質量不怎麽樣 不過怎樣都比其鞋合好很多 所以也不用太過嫌棄好了 那麽最終不含運費到馬來西亞的入手價格為R949 含運費後的價格是在R1100左右 另外我給這台主機也加裝了三把12厘米和一把8公斤 另外我給這台主機也加裝了三把12厘米和一把8公斤 8厘米的欄關風扇 但其實也就極壞千的東西 就當作不用錢的好了 而這台千元升級的性能究竟如何呢 就讓我們來實測看看 首先進行CPU-Z理論性能測試 在通過主板打了機械BIOS後 E51620 V3能夠維持在全核心3.6GHz 而CPU-Z的單核跑分為399分 多核跑分為2014分 基本上單核性能雖然比較弱 但多核跑分比起i5-7600K還是更強一些的 而i5-7600K現在還得要890元 1620 V3這個價格能夠獲得如此的性能就非常強了 而在Cinebench R20的理論性能跑分中 單核分數在330分 擁有同等於Ryzen 71700的單核性能 而多核分數為1650分 同等於i3-91600F的多核性能 用來日常玩的遊戲和辦公室絕對能夠應付的 接著是3DMark 在Firesprite的跑分裡獲得了綜合分9560分 圖系性能分為11627分 物理性能分為1028分 而在Time Spy的跑分裡獲得了綜合分3420張分 圖系性能分為3368分 CPU性能分為3780分 分數略遜於GTS 1060 6GB的常規跑分 不過也不要忘了現在一張二手的1060 6GB的價格 都超過這台主機的售價了 接著是進行遊戲性能測試 首先是全民設計網遊CS GO 在1080P全高畫質下 通過測試場景的基準測試 神經獲得了平均214幀 之後也少不了我最愛的DOTA 2 在1080P全最高畫質 進行了一次人機的實際遊戲體驗 在進行大量的團戰時刻 幀數維持在55-65幀 再來是絕地求生 在1080P三級次畫質下 飛機上的幀數為115幀左右 跳傘的時候幀數為65幀左右 落地的時候幀數為85幀左右 實際槍戰也維持在80-90幀 接著就是單機遊戲了 首先是古墓利盈 在1080P中畫質下 通過遊戲的測試場景 剛好能夠滿足平均60幀 然後是最終幻想15 在標準畫質的測試場景中 幀數的表現維持在平均40-45幀左右 最後就是新的顯卡殺手遊戲了 Cyberpunk 2077 好在2077對於GCA架構的優化還算不錯 RX470D的顯卡在低畫質的場景下 在遊戲內還能夠維持在40-50幀的幀數表現 雖然畫質調低了 但2077本身就算是把畫質給開低了 其遊戲畫面表現還算是挺不錯的 當然40-50幀也算不上有非常好的體驗 但至少流暢度還算是可以接受的 更不用說PASCA架構的GTS 1060 也一樣只有40-50幀的表現 最後來進行一下溫度測試 由於這塊主板在支持IDA64上有BUG 只能通過CPUG的壓力測試來看看CPU的溫度 在室溫27度的環境下 CPU壓力測試超過40分鐘後的溫度來到了67度 非常的涼快 至於FPS烤機就又不測了 畢竟如今買它也不太會進行什麼FPS指令網鍵吧 然後在顯卡烤機測試中 通過Fullmark甜甜圈進行顯卡壓力測試 在30分鐘後 顯卡的溫度來到了最高78度 還是在能夠接受的水平 再來是噪音的體驗 最後來總結一下這次的千元升級挑戰 如果你問我會不會推薦這台主機 我會很老實的和你說 在你預算許可的情況下 並不是非常的推薦 其主要的原因還是在S99這樣的涼垃圾平台上 畢竟這次是要達成千元的預算限制 因此才選擇S99的洋垃圾來搭配 雖然我已經算是盡可能避免需要一定的折騰 而是選擇了能夠直接安裝使用的硬件搭配 但即便如此 還是出現了一些使用體驗上的BUG和小問題 比如PWM風扇轉速基本上無法正常調速 以及使用AIDA64會直接當機等問題 加上顯卡本身就是礦卡 能用到何時還真不好說 最重要的是這套平台在日後幾乎沒什麼升級空間了 相比之下 我會更加推薦加多一些預算 選擇二手的一代Rizen平台 搭配B450主板和全新的DDR4記憶體內存來使用 雖然價格會稍微貴一些 不過日後的升級空間也非常大 其使用體驗也會相對比較友好和舒服一些 而顯卡嘛 其實能夠忍就再忍一忍 不能忍的話也是能夠買貴的卡和買礦卡的選擇 當然如果你的預算就真的卡在這個價位 也說好了日後不升級這台主機的打算 在如今的礦潮汹湧 顯卡瘋狂漲價的時期 那麼我覺得這套配置還算是可以過度的選擇 這時候可能會有網友說EX處理器呢 雖然近期有很多測試版EX處理器 提供了非常高的性價比 但最大的問題是在於需要一定的折騰能力 以及有著一定的風險性和穩定性問題 而這一次不給大家演示的最大原因 是因為這台主機我之後是要轉手賣給粉絲的 如果選擇這樣穩定性較低 翻車風險也比較高 加上日後的使用出現狀況和問題 而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自媒體人 我是不可能會做這樣的事 來影響粉絲的使用體驗 也是想告訴各位 在考慮性價比的同時 也把使用體驗和穩定性給考慮進去 免得你為了省錢 換來則是更加頭疼和不舒服的使用體驗 那麼我覺得反而更加的不划算 最後的最後 不管是二手硬件 洋垃圾甚至是礦卡 都存在一定的風險 在選擇之前請小心謹慎 甚至做好用滿3個月回本 半年後賺到的想法 而且想要抄配置上車的朋友們 也要注意價格的波動 雖然大部分都是通過淘寶購買的 但究竟都還是二手硬件 其價格變動也非常的快 所以這次的配置價格也僅供參考 那本期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我是來自馬來西亞的Kenny 如果覺得這期影片對你有所幫助 麻煩點讚、評論、分享支持一下 新觀眾也別忘了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另外也歡迎加入頻道的付費會員計劃 每個月都會有付費會員的專屬直播教學 以及付費會員的專屬抽獎活動 覺得這次影片意猶未經的朋友 也可以通過Discord群組頻道的鏈接 和眾多硬件發燒友一同交流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期影片見